酸酸甜甜的菜式 一向都不斷多人喜歡 用意大利黑醋配搭淡淡肉的 西班牙豬辣條絕對滋味開胃 咕嚕肉大家就吃得多 今天一於轉一轉 加點新主意, 煮個咕嚕金球 相信大家看見已經流口水了 今集請來大廚, 強哥 教我們做兩道超送飯的菜式 強哥, 我想問你 你覺得什麼菜式很少送飯? 酸酸味味就最好了 酸酸味?例如呢? 例如咕嚕肉 這個我最喜歡 還有糖醋、骨質 很棒 今集會教我們做好送飯的菜式嗎 對, 咕嚕肉就是咕嚕肉 不過我這次做咕嚕金球 金球其實是豆腐泡 反轉它, 讓食物放進去 就像是金球 我們開始做了, 好嗎? 好 首先咕嚕金球一定有菠蘿, 沒有菠蘿就不是菠蘿 現在很多觀眾和工作人員都問過 菠蘿是怎樣切的 通常我都是用罐頭菠蘿 對, 不要緊, 我切給大家看 你選菠蘿 菠蘿的時候, 要選多點黃色的 反轉它, 問它底部很香菠蘿味 皮膚很香 會氣, 很有菠蘿味 對, 那我們放回來, 切了頭 然後底部再切了 先去頭和尾 然後凍起菠蘿, 先切皮 是 順著菠蘿的形狀下去切 斜斜的 對, 按轉, 把皮切掉 真的很熟悉 好, 然後我們起釘 通常釘是螺旋地起上去 是 這樣彈轉上去 所以, 拿著菠蘿 我們先用這個位置開始 第一個釘在這裡 好, 我們這樣下著 然後跟著第二口釘上去 先把它劈走 對, 對, 那你骨頭在這裡轉 這個不容易 這個是困難的 還有, 拿著菠蘿時 小心, 怕它會滑手 好 直至到頂部 第一個轉做了 強哥, 手真的很快 然後第二個轉, 第二行也去 好 好, 那你小心轉 你看到菠蘿其實拿了很多水漏出來 所以你要拿勻一點 好 還有刀, 你可以拿小把一點 不用那麼大把 這樣你就會容易處理 強哥, 說得這麼快就蓋好這釘了 對 很工整, 切得很漂亮 其實不關我的事 有些順著聞它刪除就可以了 關你的事, 刀工真的沒得力 蓋過菠蘿而已 對, 但我看有些人切菠蘿都會浸一下鹽水 對 沒那麼難過 對, 沒那麼難過 不過通常它就是當生果吃就需要這樣做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家廚也不需要做這樣的動作 因為還加水下去, 家廚也會汆汆汆 好, 現在我教你怎樣切這個 好 通常我們垂直切掉 好, 接著我們躺下它 好, 接著我們再在中間切一刀 嗯 然後我們打斜的刀慢慢地切 這樣好像比較容易切 對, 將芯芯切走 你看到就沒有芯芯了 對 對, 現在我們炒, 不要太大塊了 所以我們在中間再開刀 然後這樣切 這就是新鮮菠蘿粒 這個像我們吃咕嚕肉的菠蘿粒 對, 就是這樣了 好, 菠蘿的處理好了 我介紹其他材料 首先有這個, 我們叫燈籠椒仔 燈籠椒仔 對, 比較小一點 這個比較甜一點, 比較香厚一點 所以我們選擇不同顏色 可以剛剛吃 有些紫洋蔥, 配料 另外有些肉碎, 豬肉碎 這樣我醃了它就釀進豆腐褲裡 然後反轉它 接著我們有酸甜汁 酸甜汁, 我們有幾樣材料 第一樣就是片糖碎 片糖碎 對, 第二樣是茄汁 接著是白醋 然後這個是稠汁, 水 最後一件, 英文叫Mango Chakley 其實這是印度食咖喱的 其中一個香料 白餅 這個醬是芒果製造的 酸酸甜甜 加上這個酸甜汁 是我覺得有點特色的 這也是獨門秘方 應該將所有材料混合就可以煮 好, 現在我們首先 先煮肉餡 我們把肉拿出來 你選擇一些普通的… 你自己有時間 找一些半肥瘦碎就可以了 你去肉攤買一些攪爛的豬肉就可以了 沒問題的 隨自己喜歡 好, 那我們首先把調味料混合 我們放些鹽、糖、胡椒粉、生抽 最後還有生抽 最後還有生抽 然後就攪拌 最初亂攪拌也不要緊的 我們先將鹽和味道混合 你會看到開始有黏性 對 那大概要醃多久呢 還是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 對 醃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十五分鐘就可以了 好, 你看到開始有黏住了 然後把膠質放在這裡 那就準備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再加一種配料 就是這些光沖水 這樣咬下去應該很有口感 對, 我想有一點脆脆的口感 好的 我再攪拌一下 好了, 現在攪拌到這麼久 已經均勻了 真的要用手了 因為我想多拿幾下黏起來 還有多拿幾下 讓它多起一些膠質 所以我用手去捏它 其實要用手去… 對, 順著這個方向 你看到鎖肉開始黏在一起 對 更加黏了 對, 接著可以攪拌 好, 那差不多了 好 最後呢 我們加上最後一件東西 加上小麻油 等到它更加香 對, 更加香 我們再把麻油揉進去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就完成了 先放在一旁 好 好, 那就開始釀豆腐褲了 我們選擇一些最好的正方形 對 然後我們先剪一下, 輕輕的 然後我們這樣擦開 像斜斜的剪 對 翻轉了, 看到嗎 我們濕一點生粉在芯上 外皮上 外皮上 然後我們把肉撒進去 這個做法很有創意 對, 然後這樣放下去 這樣捏一捏 就是讓它更實在 那我讓它給大家看 好… 好, 那在我們正在燒鍋 正在煎金球之前 不如我們先拌好醬汁 好嗎 我們先加一些片糖碎 其實也要有很多片糖 對, 要夠甜才行 不是很好吃的 然後先放一點水 先把茄汁 茄汁 好, 接著 醋 醋 接著 澱汁 原來要做這個酸酸甜甜的感覺 真的要加很多不同的配料 對 還有這個… 剛才我說的那個… 印度漫漫漫漫 印度漫漫漫 好, 攪拌後 這個汁就可以放在裡面了 待會煮的時候, 煮完就可以炒好東西了 好, 強哥, 是不是下鍋之前 都要沾到生粉很均勻呢 對, 沾少了生粉 煎會比較好 其實我想說這個 你不煎的話 放進氣炸鍋炸也可以 但是不要放生粉 直接放進氣炸鍋 對, 噴少油, 讓它濕濕 然後用氣炸鍋就… 這樣好像太簡單了 對, 但是口感始終差一點 我們油夠熱了 我們就放下去 這次釀了肉在裡面 是否其實要炸久一點 沒錯 才能熟熟呢 對, 所以你釀肉 不要太貪心釀那麼多 炸這個金球 是否看你用小火的, 強哥 對, 因為現在我用半煎炸的方法 如果火太猛烈的話 真的有機會焦掉 裡面又不熟 所以我會用慢一點的火 慢慢煎熟, 是的 你看到吸了… 油 部分的油, 加少許進去 因為剛才的生粉會吸油 強哥, 其實也很難知道 裡面的肉是否熟透 雖然表面金黃色 但是裡面不知道是不是熟透 有個方法 就是選一顆 你把刀拆在中間裡 是 稍後拔出來 然後放在嘴巴上, 看一看 感覺是怎樣 熱的, 熱的 真的熟透, 對 強哥, 金球煎好了 接下來我們是否煮汁 沒錯, 炒好配料, 煮麻汁就可以了 好的 好, 那我們先放一點油 少許就可以了 先爆好配料 好 第一件事就是紫洋蔥 爆香的紫洋蔥 然後加… 加上燈籠椒 來了, 太乾了, 放一點油 不是, 很好看 那你炒香了之後 剛才我們把醬汁都放進去 現在我們抽大火 是 煮乾一點 是 其實現在最主要是把那些片糖溶解 那個醬汁都可以了 你看到一會兒 你看到那個… 醬汁開始會… 這個時候可以把金球放進去 也很快 大概不用一分鐘的時間 它已經結身了 對, 很快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 把它一直吸收 其實現在金球表面的生粉 會吸收所有醬汁 對 色澤真的很漂亮 對, 你看它開始… 你把醬汁差不多乾身的時候 你加上菠蘿就可以了 好 其實光聞味應該也很開胃 對, 然後你把所有材料拌勻 醬汁都掛在上面 是 這樣就可以了 上去就可以了 大公共吃了 對 剛才強哥就教了我們做菇撈金球 現在回來又教你做甚麼呢 我做這個黑醋的西白牙豬牙條 正常用鎮光醋 我想它有些特別的酸度和香味 是 首先說說今天的主角 西白牙豬牙條 知道這是甚麼嗎 豬牙條 某成到上位沒有答錯 是豬牙條的部位 豬牙條其實就是排骨 排骨之間的肉 我們把豬辣調味 本身西班牙豬的品質很好 味道很濃郁 加一點鹽胡椒炸 煎了也可以很好吃 這也夠簡單 對,為何今天選擇炆的肉 首先,肉質是軟的 但西班牙豬的脂肪比較多 其實有一點膩膩 膩膩膩 如果用酸的去中和,就會非常好 明白了 好,我們煮豬辣調味 買回來的時候很長 我們就把它切開 我覺得手指這麼長 就比較會吃起來會舒服一點 好,那我先醃一下 這是中式方法 西式很少用,不過也算跟進香 即是糖、醋、龜、醃製差不多 醃一下會比較好,有一點味道 我們加點黃糖 對,糖 然後兩茶匙左右 對,兩茶匙左右 鹽 一茶匙左右 然後添加生粉 添加生粉 這個不需要醃它很久,是嗎 我想15分鐘,再半個小節就可以了 對 然後我們加一點生抽 然後加少許紹興酒 紹興酒 對 最後,加一點蠔油 對 以醃的方式來說,是比較中式的 對 好,然後我們先攪拌好 好,滾均勻之後 然後呢,我們最後加少許油 封一封 讓它再入味一點 對,入味一點,封面 醃半個小時就可以拿去煎 好 這個你甚至醃完之後 你不用糖醋… 即是用醋去煮的話 就這樣煎來吃也可以的 我醃半個小時就可以準備去煮了 好 好,煮豬辣條煮了半個小時 我們就開始煮它了 好 其實這個很簡單 煎好,加醋 炆軟,加配料,完成 聽說這是零失敗的配方 看誰 還要看誰 我應該沒問題了,對吧 應該沒問題 給自己信心 我知道,交給我吧,來… 交給你 交給我,放油而已 我交給我,好 因為我放多少油 少許可以的,不用太多了 好 因為豬辣條的脂肪也很足夠 所以就不需要放太多油 對,但我不放不行 初初一下 因為鑊始終燒熱了,很乾 你一放下去 它未必馬上出油出來 這樣它有機會會黏住 而且我放了一些味道 粉類在那裡 其實都會令表面乾身 所以加一點油是正常的 好的 讓油脂慢慢滲出來 沒錯… 好,看到蝦子開始熱了 我們先放豬肉體 煎了豬辣條有什麼技巧呢 你燒熱後,就收回一點火 不要太大,你放進去 你看到煎了一會兒後 開始有油開始飄出來 它是自身的油 這些就是最自然的 對,這些油才會香 即是精華 對,用來拌飯而已 真的完美了? 對 那這個也要快點反過來 對,要快點反過來 很香 已經聞到它的油脂滲出來 沒錯,對 好,煎至少熄熄後 可以加入配料 首先把圓粒的蒜頭放進去 好,煎至少 其實可以用類似炒的動作 是 好,然後把乾蔥片切大塊一點 對,放進去 對,我看到你這次的配料全都是大大件 對,因為我想一會兒炆完之後 它淋了之後,其實吸收的汁很好吃 就像配菜一樣 對 這個同樣也是要加些紹興酒的,強哥 對,放進去,我們先把配料拌均勻 好,所有材料都香了 之後可以加點酒 你幫我倒吧 好 放進去 好 放一點滑氣 蓋上蓋子,先烤焗 我猜10-10至20秒就可以了 10至20秒 對,讓香氣出來了,裡面有鍋氣 好,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打開鍋蓋 對 對,然後再攪拌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把片糖放進去 一起攪拌,對 加片糖有什麼好處呢?強哥 首先,它的甜不是死甜 還有香味,還有顏色 死甜是很糟糕的 對,這個甜也有… 甜也有蔗糖的香味,舒服一點 燜的通常是加片糖的 砂糖就用來做甜品 記住,燜的應該用片糖 對,有些人會加冰糖 更容易軟 溶一點 對,但我們用片糖可以的 好,你看到所有配料 再攪拌更多顏色 而且片糖溶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點… 看著所有肉和配料 有些好像焦糖化的效果 焦糖色 對 顏色會更漂亮 我們再攪拌一會 把糖溶到大約大部分的顏色 看著都可以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加水 好,水可以加進去 好,這個火力可以開大一點 煮好 好,這裡我們加了另一個材料 這個就是意大利黑醋 意大利黑醋 揮發了,而且沒有味道 現在我們是想醋的酸味進去 令肉比較軟 所以我煮好,差不多收了汁之後 我再加另一罐 你就會吃到那種酸… 酸酸味味的味道 而且因為醋和現在做的動作 是不停煮煮煮煮煮煮 其實有機會影響水分多與少 味道也有影響 所以你在再加之前 試清楚才加多與少的醋 就最好了 那為何這次是會想用意大利黑醋呢 首先,意大利黑醋有些果香 而且也不是死酸的味道 它有一點甜味,有香味 如果用更漂亮的 就有些醬味也不足為奇 但也不用太誇張了 好,現在火已經煮好了 我們蓋上蓋子 再焗它 對,再焗它,把雙火收小 用中小火燜大約三、四個小時 然後豬辣條就軟了 然後我們再嘗嘗味 加醋和椰花糖的調味 然後收乾的汁 就可以上碟吃了 太好了 強哥,終於到時吃的時間了 我很開心 永遠都是這麼開心 真的 整集都會最開心的時間 好,先嘗嘗意大利黑醋 西班牙豬辣條 沒錯,先嘗嘗 聽說豬辣條並非落得去味 嘗嘗 先嘗嘗 它真是高質的材料, 很軟 軟身後, 裡面還有豬辣條的筋 筋很軟熟, 因為醋把筋拿到軟身 還有像你說的, 沒那種死酸的感覺 很新鮮的酸味 對 果然黑醋是比較不同 是的 還有一點椰香味, 填出來 我最後加了椰花糖 令它有一點椰花糖的香味 這個很好吃 正常做的菜式, 他們應該用老抽的顏色 其實現在的片糖和椰花糖本身有顏色 而且之前炒了一些椰花糖的顏色 所以不用用老抽的顏色 原味, 原汁更完美 這個醬汁真的是送飯一流 對 可以結合 試試另一道菜式, 好嗎 試試這個咕嚕金球 對 強哥自創的這個 這個金球我已經煮了一段時間 但是現在的皮還是脆的 對, 真的很脆 因為確實豆腐皮是可以很脆的 但是如果用外面的, 咬起來可能會乾一點 但是如果反轉了 你看到反轉的時候 裡面的豆腐有些纖維狀的東西 對… 加上生粉炸, 它又有另一個感覺 很脆脆的口感很有趣 對… 而且裡面的肉, 加上乾蔥 就像在吃漢堡肉一樣 很脆 而且我想說, 你的肉釀得挺足料 你跟我說, 不可以放太多 怕它會飽, 但是還不錯 是一口的肉 而且不熟, 對 但是這個還不錯 再配上這個酸酸的咕嚕醬 真的不能撐, 強哥 淡淡的… 追飯吃 裡面有芒果茄味 芒果茄味 原來的甜美的地方就是芒果茄味 好, 讓我大手入貨 大手入貨嗎? 當然 但是你要煮才行 我會煮, 因為你 因為我… 你改變了我 謝謝你, 強哥 因為你老公才會煮 當然了 也要有一個名師教導才行 強哥, 你教了我們兩道 這麼開胃的菜式 你下次要繼續教我們, 知道嗎 沒問題 好, 那我們下集見 再見, 再見 有孩子 字幕志傲